位置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将项目符号 所以项目符号在这里 对不对 你只要把这个地方点一下 其他项目符号都被选取 选取来之后呢 那我要怎么去更改它 特别注意哦 在常用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个叫项目符号的 就一点一点 它旁边有个箭头 你把它点下去 就在这个地方 点下去 它预设会有各种形状 对不对 你移动到哪里 它就会去改变它 但是呢 我们是要个图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个图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叫定义新的项目符号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是符号呢 还是图片还是字形 那我们是图片 所以请你点一下图片 接下来它会问你说 你的图在哪个位置 我们用汇入的方式 汇入之后的话呢 在哪边找到呢 在我们的C碟底下 那我刚讲过 它我们的目录是在 NS.CSF 里面会有个WP02 就在这里 就这个 你把它做汇入 它就出来了 按一个确定 那这张图呢 就会找到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这些项目符号怎么样呢 通通都变成 我们要的这个图了 那就完成了什么呢 第一个 将这个图 但是呢 大小又20 那大小20怎么改呢 一样的方式 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 其他都选取了 那预设是12 请你把它改为20 20比较大 你会发现它这个新功能 在2010的好处就是说呢 你可以移动它预览 给你看 20点下去 这样的话呢 全部都20了 接下来的话 它的位置 各位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位置 垂直的位置 不是水平位置 垂直的位置 是在靠哪里呢 靠下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它怎么样呢 放在中间的位置 是垂直的 垂直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 这个就变成字的选取 这边字要把它选起来 选字的话呢 就是要从这边 把字选取起来 把这些字通选取起来之后的话 那我要让它变成 垂直的位置 特别注意 你不能够找到 这边有所谓的字中 但这个字中是水平的字中 如果说你要在垂直的字中的话 请你找段落 比较不好找一下 在段落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做 中文印刷样式 在这里 不要不好找 中文印刷样式里面 有一个叫做文字对齐方式 这个文字对齐方式 就是所谓的垂直 它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比较里面的位置 那预设是自动 是靠下 那请你把它改为自中 自中 按一个确定 你会发现有没有 就刚好在中间了 这个功能 我想很多人都会遇到 一直常常在问说 为什么字一直在下面 我想让它上面一点怎么办 其实功能躲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 我想各位要稍微记一下 在 一样是在段落的那个 这个箭头 里面呢 本来是这个页面 请你切到这个页面 找到 这个自中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三题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再来的话呢 第四题 在青色网域区域上 青色的 所有定位点 对齐 红色文字的定位点的位置 那这什么意思 这地方呢 我把它切过来 红色的部分 是在上面这里 这个是红色的字的 它的定位方式 那青色你会发现 底下的字怎么样呢 跟上面有没有对齐 没有对齐啊 有没有 你会发现office 这边有对齐啊 报名方式在哪里 哇 如果一般 一般人看的话 你会发现 哇 这样弯来弯去 所以呢 它就是希望怎么样呢 把报名方式对齐 这边都对齐报名方式 这边就对齐什么 应考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平均成绩 那你要怎么样 全部通通把它对齐呢 如果刚好 今天你老板说 哎 请你把我把它对齐 那可能第一个想到说 什么 什么 暗控白键嘛 是 然后 那么 那么